目前 Proton 的产品阵容中 只有四款车型是自己开发的 其中 Iris 和 Persona 将会在明年再次迎来小改款的升级 这次的小改款升级会在外观上面 还有车型上面做出了更新和优化 另外根据路边设的消息 大家期待已久的更换变速箱将会发生在这个小改款的 Iris 和 Persona 上面 因为它将更换全新的 CVT 变速箱 那么除了 CVT 之外它还有改变什么呢?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会和大家聊一聊这个 2021 年小改款的 Proton Iris 还有 Proton Persona 根据路边设提供的消息 在外观上面 Iris 和 Persona 会有常规的改变 重点是在于这个 Iris 和 Persona 将会导入全新的 LED 头灯组 在等了那么久之后 Proton 的入门车款终于有了 LED 的头灯组 不过这个 LED 头灯组可能只有顶级版的车型才有 除此之外呢 它的改变就是那种常规的改变 例如说全新的前保险杆设计 全新的后保险杆设计 还有这个全新的轮圈设计等等 但是相比起 Persona 这个 Iris 的升级会更大一点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Iris 会更换全新的水箱护照 并且和 Persona 一起 换成 Proton 新的这个圆形的 Logo 再来一点就是 Iris 会推出一个 Crossover 的版本 没有意外的话 这个 Crossover 的版本会基于之前的 Iris Active 的概念车所打造 你们觉得这个 Iris 如果变成了 Crossover 会不会吸引到你们呢? 如果会的话 欢迎你们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让我们知道你的看法哦 至于在内装方面 这个小改款的 Iris 还有 Persona 也会有一点改变 但是目前具体改变在哪里我们还不大清楚 可以肯定的是它会采用这个独立式悬浮的触屏主机 就像 Proton Saga 一样 不过呢这个触屏主机可能不再提供这个 High Proton 的这个系统 不过我相信这个 High Proton 的系统很多人其实也没有太在意 如果原厂拿掉了这个功能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也因为如此 这个触屏主机可能只会提供一些基本的功能 例如说倒车摄像头的影像显示啊 然后这个 Mirror Link 的功能啊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触屏主机应该应该还是不会支援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卡背 毕竟更顶级的这个 S54 还有 S70 车型都不提供这个功能了 Iris 和 Persona 没有这个功能其实也是合情合理啦 只是这个 Mirror Link 功能呢感觉就不是太实用 不知道你对这个 Mirror Link 有什么看法呢 在安全配备方面 因为这个 Iris 和 Persona 主要的竞争对手 都已经提供了这个先进的主动安全配备 所以在 2021 年小改款的 Iris 以及 Persona 上面 没有意外将会追加这些 先进的安全配备 包括了前方撞击 意境 自动紧急刹车等等 至于会不会加入更多的先进安全配备 暂时还不得而知 但是目前的 Proton 背后有吉利这个大靠山 所以如果吉利愿意提供这些技术给 Proton 的话 Proton Iris 和 Proton Persona 要有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啊 等等的先进安全配备 其实也并不奇怪啦 不过和以上的消息相比 接下来要讲的 大家应该会更兴奋 没有错就是 Proton 很可能会舍弃这个原本的 Punch CVT 变速箱 而采用全新供应商所提供的变速箱 这个变速箱供应商的名字就叫做万里洋 继续使用 CVT 变速箱就代表着 Iris 和 Persona 不会换上这个 Hyundai 的 480 至于为什么 Proton 会采用这个万里洋的 CVT 呢 很简单 就是因为这个万里洋其实也是极力的 CVT 供应商之一 大家可能对这个万里洋不是太熟悉 但是实际上万里洋这个 CVT 供应商在中国其实是相当知名的 因为它在之前是另外一家中国汽车制造大厂 其类其下的 CVT 公司 只是后来卖给了这家叫做万里洋的公司 所以它才改名叫万里洋 CVT 这个 CVT 和这个 Punch CVT 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它有这个 Toco Motor 所以如果更换了这个 Torque Converter 的 CVT 之后 Iris 和 Persona 的这个驾驶跟起步表现 将会更为平顺 顿挫感应该就可以跟我们 Say Bye Bye 了 只是在引擎部分啊 没有意外的话 Iris 和 Persona 还是会继续使用这个 Cam Pro VVT 引擎 但是因为更换了全新变速箱的关系 所以相信Iris 和 Persona 的油耗有希望进一步的降低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目前的 Proton 其实就是依照这个吉利的做法 就是旗下的产品每一两年就会进行更新升级一次来增加它的竞争力 如果以上的消息属实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Iris 和 Persona 的小改款车型 在未来其实是竞争性十足的 不过呢这些车型我们最快要在明年的第一季才可以看到 因为在 S50 发布之后啊 Proton 对于这些车款还有一些升级更新 还有限量版要推出 例如说 Black Edition 还有 R3 Edition 在这些特别版本推出之后呢 Proton 才会专注在这个小改款的车型上面 我个人觉得这个小改款车型最大的改变 真的还是更换了 CVT 的变速箱 因为目前啊 Proton 最让人勾病的可能就是这个 Punch 的 CVT 变速箱 我自己是车主所以我感同身受啦 我也希望Proton 在更换了这个新的变速箱之后啊 这个整体的驾驶表现会进步更多 当然以上的消息我们还是要等待官方的证实 不过我相信空穴来风 这些消息应该就是一些业内的人士知道了放出来的风声 如果以上的消息属实 Iris 和 Persona 会不会吸引到你入手呢? 如果会的话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让我们知道哦 OK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还有 记得 CMCO 期间 大家不要 记得 咱们一起拍到 请准备